京坛区地处江苏省南部,维宁、护、唐三角地大之中书。 长州至丽水公路东西横贯,镇江至广德公路南北穿越。 东与长州市武进区相连,西界茅山,与菊荣市接壤,南兵桃湖,与丽阳,宜兴市一水下旺。 北与当阳市,镇江市丹湖区提林。 全区总面积975.46平方公里,其中陆地面积781.27平方公里,水域面积194.22平方公里。 金坛前身为金山县,于随大叶末年建制。 唐锤拱四年,英东阳郡已有金山县,又因茅山华阳洞内有金坛板杖,岁庚名为金坛县。 由此沿用至今。 1987年,全县辖22厢,六镇和六个国有长谷,隶属江苏省长州市,县镇谷所在地金城镇。 全县总面积975.49平方千里,其中陆地面积781.27平方千里,水域面积194.22平方千里。 历史自欺向东倾斜,俗称二山二水六分田。 2015年4月,国务院同意撤销县及金坛市,设立长州市金坛区,以原金坛市的行政区化为金坛区的行政区化。 金坛区人民政府驻西城街道华阳南路88号。